萨莎普鲁申科是一代冰上王子普鲁申科的儿子 现在萨莎普鲁申科9岁了 前不久还在俄罗斯的一次花华比赛中 收获了自己2022赛季的第一块金牌 头顶着普鲁申科的姓氏 萨莎一出生就生活在聚光灯下 会走路时就练起了滑冰 5、6岁时 父亲把他带到冰场 和他喜欢的与生结贤见面 殊不知与生结贤童年时的偶像 就是自己老爸普鲁申科 实现了我偶像的偶像是我爸的神奇循环 萨莎还曾cosplay父亲 表演过他父亲年轻时著名的花华表演秀 Sex Bomb 可爱之爆表 但是如此可爱的大小普鲁申科 也曾遭遇过教育方式的风波 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本期体坛大魔王就带大家了解 一代冰上王子的儿子萨莎普鲁申科的故事 阿里斯文贵申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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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月6日 亚历山大普鲁申科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出生 兵迷们更习惯叫他的小名萨莎 普鲁申科有五个儿子 第一个儿子是和前妻生的 现任的妻子亚娜和他结婚时 已经有两个儿子 萨莎是普鲁申科和亚娜结婚后的 第一个孩子 萨莎还有一个可爱的弟弟 但是目前 普鲁申科的五个儿子里 只有萨莎追随着父亲 走上了花华之路 作为新二代 萨莎虽然拥有最顶级的训练环境 但同样也承受着更大的压力 和更为严苛的教育 为了让儿子成为世界上最好的花华运动员 妈妈亚娜对萨莎进行棍棒教育 在她达不到要求的时候 甚至会用皮带敲打 或者将她锁进小黑屋里 当然 这样的教育方式 遭到不少网友的谴责 可亚娜表示 她爸爸普鲁申科也是在这样严格的训练中 成长为最顶级的花华运动员 有时候要成功 就是要能狠得下心 的确 普鲁申科也是这么成功的 普鲁申科1982年出生在俄罗斯天寒地冻的 边疆城市的一个普通家庭 小时候的普鲁申科体质虚弱 经常感冒发烧 还发展成了肺炎 为了孩子的身体健康 父母选择离开寒冷的家乡 移居到气候温暖的福尔加格勒 同时 在身边朋友的建议下 母亲送普鲁申科 去学习花样滑冰和跳芭蕾舞 来增强身体素质 经过长年累月的训练 普鲁申科在12岁的时候 就能做出所有的三周跳动作 14岁就学会了第一个四周跳 因为自身柔韧性好 她还逐渐掌握了一招绝技 那就是只有女运动员才能做出的贝尔曼旋转 这样的高难度动作 成了她日后声名在外的招牌动作 2002年到2006年 普鲁申科获得了24次各种花滑比赛的金牌 成为这个项目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运动员 她的成功还不仅限于比赛成绩 观众喜欢普鲁申科 是因为看她的比赛就是一种视觉享受 普鲁申科一头飘逸的金发 在冰面上姿态优美 再配合上难度极高的动作 她的表演成为了一种艺术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只要是普鲁申科出现的滑冰赛事 看台上往往坐满了观众 她是名副其实的冰王子 是一个时代的传奇运动员 2006年之后 24岁的普鲁申科就多次宣布过退役 但是每次决定退役之后 她又都因为种种原因再次复出 复出后还以高龄拿过冠军刷新过记录 2014年所期冬奥会 32岁的普鲁申科还作为运动员参赛 不过在热身时 因为受伤严重 没有正式参赛 2017年 普鲁申科正式宣布退役 退役后她担任俄罗斯花样滑冰国家队教练 当然也开始培养自己的孩子练花滑 于是便有了如今萨莎的花滑故事 这是2015年 萨莎两岁的时候 在冰上走出第一步 父母记录下了这段画面 到了她四岁的时候 萨莎在冰上已经如履平地 并且能做出一些动作了 每训练一段时间 普鲁申科都要给儿子爱的抱抱 年纪小小的萨莎 遗传了父母漂亮的外形 和优越的身体条件 大大的眼睛 留着一头金发 虽然动作还很稚嫩 但边牌上 已经能看出她父亲的影子 不过萨莎的柔韧性 比起老爸还是要差一点 所以普鲁申科 从小就让萨莎练习批插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 萨莎的痛苦 普鲁申科还经常带萨莎 参加各大赛事的开幕表演 上演精彩的亲子双人华 普鲁申科表演的冰上歌舞剧 《天鹅湖》当中 萨莎也客串 作为小演员出演 不过 这对父子既能扮演王子 搞怪起来也很吓人 2018年4月 普鲁申科 共同出演了自己的 当年经典的表演华 Sex Bomb 萨莎也穿上搞笑的肌肉服 模仿着父亲的动作 呆萌可爱的 她连脱外套的动作 都和普鲁申科一模一样 引得现场观众 欢呼声与笑声不断 两个月后 普鲁申科又带着儿子亮相 在神户举行的一场表演华 在这里萨莎也是出尽风头 因为她的偶像 她爸爸的粉丝 羽生结贤也在现场 萨莎表演完 羽生大老远 就张开双臂求抱抱 可是小萨莎却头也不回地 走向了自己爸爸 网友们调侃到 能让羽生结贤贵宾求抱 还抱不到的 也就只有她偶像的儿子了 不过两人后面 还是实现了愉快互动 瞬间点燃现场气氛 2018年8月 在日本的一场表演赛上 普鲁申科再次带着 5岁的萨莎闪亮登场 父亲退场后 小小的萨莎 在偌大的舞台面前 毫无聚色 面带微笑独自表演 萨莎的一招仪式 都有模有样 一头金色长发 更是帅气十足 完全复制粘贴了 老爸的发型 不仅外表亮眼 她在表演滑中 更是展露出超强的 控制力以及出色的冰感 在一首以音乐天王 迈克尔杰克逊的 歌曲组曲伴奏下 萨莎还在冰场上 玩起了太空漫步 表演结束后 现场观众和普鲁申科 都为萨莎热烈鼓掌 从萨莎一路的成长来看 自然是没有辜负 母亲严格的教育 和父亲给予的机会 如今 九岁的萨莎 已经是少年初长成的模样 也真正开始在花华领域 创造自己的成绩 小王子的亮眼表现 也值得兵迷们期待未来 期待他早日创造 属于自己的兵王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